对于爱看古装剧的朋友,可能会对剧中那些烟花柳像、风月场所产生一种情不自禁的向往之情。 青楼女子自古以来就是文艺创作中重点描摹的一类形象。 无论是古代的诗词歌赋还是现代的影视作品,其中都不乏对烟花女子倾国倾城形象的刻画。 不过历史上真实的青楼女子,她们似乎和电视剧所展现出来的形象不太一样。 下面分四个部分带你了解历史上真实的青楼女子形象,以及她们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喜怒哀乐。 在最后一部分将会展示晚清青楼女子的真实照片,她们的美貌,让所有的现代人深感意外。 第一部分,青楼女子并非都是以色式人。 在我们的刻板印象里,青楼女子都是以色服饰客人的。 她们的容貌就算够不上倾国倾城的程度,但也至少需要水灵通透吧。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首先,青楼女子的容貌未必绝佳。 青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初期,就在当时,齐国的国相馆仲初次设立了女驴,这让她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设立官昌制度的第一人。 后来随着历史的演变,又逐渐出现了私营性质的青楼。 到了明清时期,尤其是有清一代,私营妓院的规模可以称得上是达到了历史的巅峰。 可是无论是官妓也好,私妓也罢,青楼女子的来源无非是贫穷被卖,醉沉女眷等几种途径。 而且无论是哪种来源都无法保证女子的容貌一定是绝色。 所以,在青楼女子之中虽然也存在有绝色佳人,但是其余大多数不过只是姿色平庸之辈。 而且具体到清代的风俗,女子需要穿旗装,青楼女子也不例外。 肥大的旗装将女子的身形全部遮住,哪里还分得清谁是风姿错约,谁又是腰粗腿肥呢? 其次,青楼女子也并非全部以色待客。 古代长期以来昌幽不分,幽级幽灵,所以音律取义同样也是青楼女子揽客的重要手段。 晚清乃至近代时期,青楼一共被划分为四个等级。 最上等的青楼被叫做青银小班,青银小班接待的都是文人雅克和君正名流。 这里的规矩便是不留宿,而女子们留客的手段便是长袖善武的交际能力, 以及精湛纯熟的曲艺和歌喉。 许多军政要人往往会将青银小班当作一个商议密室和联络关系的场所。 而且这些名流不仅钱多,而且好面子往往都是一掷千金。 青银小班的女子依靠她们听取给的赏钱,就完全可以过得十分的富裕。 第二部分,青楼女子并非全然放浪轻浮。 放浪轻浮是影视剧对青楼女子的又一大误写。 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中,青楼女子并不是全然不顾羞耻,能够做出种种不堪之态的。 从古代青楼女子的生长环境来看,青楼中一些老宝为了培养名记的交金和贵气, 会从小就挑选好苗子出来进行精心培养。 被当作名记精心培养的女子衣食用度与大户人家的小姐别无二致,同样有丫鬟伺候。 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女子,纵然是卖笑逢迎,又怎么会放下身段去做各种放浪轻浮的姿态呢? 除此之外,唐宋时期的文人默克成为了青楼的主要顾客。 这些风流才子浪迹烟花,他们不肯仅仅贪欢买笑,更像是在寻求红颜知己。 所以为了迎合他们唐宋及以后的烟花女子多通文墨。 清代同样是这样,这些受过文墨熏陶的女子又怎么可能全然不顾礼法而举止轻浮呢? 更何况宋明两朝以来封建礼教日趋严苛,即便是身处烟花巷之中的封月女子,也不能突破封建礼教的底线。 而且在家国大义面前,甚至还存在一部分青楼女子,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气节比所谓的三英贵族,朝廷大臣则显得更加可贵。 就比如说,民国一计小奉仙,当时的爱国将领蔡厄被袁世凯软禁,他甘愿冒着巨大的危险,帮助蔡厄逃出了北京城。 这等见识,这等胆破,着实比许多嘴上自诩社会名流的上层人物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第三部分,影视剧误写《青楼女子》的原因。 影视剧中刻画的青楼女子和历史中的青楼女子为何会存在这么大的差距呢? 原因无非是以下两条。 原因之一,古装电视剧缺乏足够考证。 我们现在看见的古装电视剧越来越精良,在历史背景和细节上的考证功夫做得十分细致。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曾经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古装电视剧缺乏足够的历史考证。 哪怕一些情节很优秀的影视作品,在历史背景方面也是错漏百出。 正因如此,这些错漏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错误的历史认知,而青楼女子便是其中之一。 原因之二,深受民间刻板印象的影响。 因为,在许多人的传统认知里,青楼女子就是朱纯任刻长的轻浮形象。 所以,影视剧在创作的时候就沿袭了这种刻板印象,而在影视剧播出之后,又使得这种刻板印象被大大加强。 人们的传统认知以及古装影视剧,忽视了青楼女子的千人千面。 哪怕是同为青楼女子,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背景之下,她们的面目和性情也有不尽然相同的地方。 第四部分,晚清青楼女子真实照片十张。 第一张,裹着小脚的青楼女子。 这是一组反映晚清时期青楼女子真实相貌的老照片。 青楼原址高大豪华,精致漂亮的楼房,以及是豪门大户的别称。 由于富贵人家的姬妾与家妓大多住在青楼里,这里也就成了风流才子达观险要的聚集场所。 到了后来,青楼和妓院逐渐画上了等号。 第二张,裹着小脚的青楼女子。 在史书《战国册》《东周册》中记载,齐桓公公中七世,女驴七百,国人非之。 目前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管仲是中国历史上妓院的创始人。 但是,青楼在刚开始不能称之为妓院,两者开始画等号是从唐朝开始的。 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青楼被称之为烟花之地。 第三张,青楼局票。 局票是晚清时期召唤青楼女子的票据,也就是一种凭证,需要花钱去购买。 等级越高的青楼,局票数量则越少,同时往往只提供给达官显贵。 清末民初的名记《赛金花》和《小凤仙》就是一等青银小班里的姑娘。 如果要让这两人外出作陪的话,就需要最高等级的局票。 第四张,青楼女子王克勤。 张勋是清朝末年大臣,民国初年军阀,而王克勤则是张勋的十位小妾之一。 她曾经是一名青楼女子,也是张勋最宠爱的小妾。 当时的报纸这样报道张勋迷上王克勤的过程。 在张勋举办寿宴的时候,王克勤正值青春年华,肤白貌美,身材窈窕,气质灵动。 这样一个美人梯子,再穿上华美的戏服,又配以婉转的唱腔,这直接就把张勋给征服了。 于是,堂会结束以后,其他人都安然返乡了,只有王克勤被小教抬到了张勋的府上。 第五张,八国联军军官和青楼女子。 古代青楼女子也是分为三六九等的,就比如说,在宋朝时期就根据文化水平将青楼女子进行等级划分。 精通琴棋书画的则被划分在上城。 南宋著名文学家洪迈,在一间志里记载。 江折禄其灵女有会侠之文莫者,能于席上暗物体勇,应命折成,为之和声。 其滑稽寒丸逢者,为之桥和声,盖京都一封眼。 第六张,烟馆里的记昌。 晚清的青楼被分为四个等级。 一等被称为青银小班,二等被称为茶室,三等被称为夏楚,四等被称为瑶子。 晚清北京的八大胡同是一二等级院的集中地。 而从八大胡同向外延伸到天桥地界,还遍布着三四等的级院,以及大量的土记暗昌。 到了民国时期,北京城登记在册的级院有三百多家。 第七张,未成年的青楼女子。 晚清时期,青楼女子年龄普遍偏小,甚至还存在有未成年的女孩。 这些女子的身心都受到极大的摧残,尽管有一至千金的客人,可最终分到她们手中的钱却寥寥无几。 在影视剧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富家子弟花费重金为青楼女子赎身。 可是这样的行为,在真实的历史里则很难出现。 第八张,未成年的青楼女子。 晚清青楼女子绝大多数都是走投无路的女孩,她们大多出身悲苦,结局更是无比凄凉。 她们在精神和肉体上备受摧残、剥削和压迫。 她们不分昼夜卖校皆可,即便有病在身也不能幸免。 稍有不从的话,轻者打骂罚贵,恶度不给饭吃,重者一顿毒打,再贩卖到乡下。 第九张,青楼女子大合影。 以一等青楼小班为例,划分到这个级别的女子,琴棋书画则样样精通。 青楼小班的青楼女子多以卖艺为主,颜值都颇高,但她们不留宿客人。 在事实上,很多的青楼女子要比皇帝的妃嫔都要漂亮上很多。 第十张,青楼女子赛金花。 在晚清的青楼女子中,赛金花的名字广为流传。 她是老北京八大胡同中陕西巷宜乡院的名记,同时也是一等青楼青银小班的最高出身。 赛金花曾经给同治年间的科榜状元红军当过三姨太,她还游历过欧洲四国有着花榜状元的称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